这张枪林弹雨的假照片引发南韩民众恐慌 炮弹像流星划过夜空袭击高楼大下 贴文底下涌入大量网友讨论 误以为南北韩正式开战 南韩媒体证实这是一则假消息 没多久照片与发文账号都被删除 但北韩正式炸断两韩连同道路 边境居民忍不住紧张 记者站上坡州五头山展望台往南北韩边境眺望 天空乌云密布似乎正暗示着两国关系紧张 同时的北韩国家的南北线路 经济到国民议会讨论前线情况 在夜党共和民主党代表透露 经济到民众对于现况非常焦虑 北韩透过朝中社发声明用狗来形容南韩及美国侵犯主权 北韩YT频道还制作影片痛骂南韩散播垃圾 一间发电厂员工指出自从北韩外交部发出重大声明 发电厂就提高发电量加速工厂生产 而这也出动了南北韩敏感神经 提别新闻综合报导